我們看八十月 後面是一樣的 跟前面 八十月二十一經 早上講的是未患禮 就是觀察未著了之過患而出禮 基本上簡單講是這樣 現在看二十一經 他說 有這麼一天 佛在奇緣經社 有外道 就是有一個比丘 或是有不一樣的比丘 來到佛所 問佛 在相佛說 希望世尊 為我說法 說這個 法要 簡單為我說一下 怎麼樣得解脫 類似像這樣 我聽聞佛法後 當獨一進出 修不放義 那麼這個是 在阿含經裡面 常常會看到 有類似像這樣的 就是 有比丘去找佛 那麼 他想要解脫 那希望佛告訴他 怎麼得解脫 他說出來的 基本上就是 類似像說 略收法要 他去請佛為他收法的時候 他都會講 那麼佛為我收法之後 我會找一個地方 那麼好好的來修行 依著佛所說的來修行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 就是阿蘭若即進出 所以他就變成獨一進出 那我要好好的來修行 那基本上他的說法就是 不放義修 或是叫做修不放義 有時候叫做不放義修 那麼 修不放義 當父思為所以 那 不但 不但是 就是他 奴隸思為 那麼他還 可以 就是了解佛 他說的話的道理 那麼努力 照佛的方法 去做 那麼做 做了之後 還去思維 有沒有跟佛說的一樣 那 善男子出家 剔除虛法 先看到這 這裡說 這個 他說善男子 那麼我 基本上這個底下都是他 跟佛 問的 然後他自己 他自己跟佛這麼講 那他之所以這麼講 也是因為 他常常聽佛這麼說 善男子出家 他自己說 我 我現在現出家鄉 那麼把 頭髮 鬍鬚都剃掉 當時的沙門像就是這樣 穿著不一樣的衣服 那叫做法服 或是袈裟 那不一樣的 當時不一樣的沙門團 可能有稍微不一樣的衣服 不過沙門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都是三塊布 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也都是脫波 這個是沙門的標誌 就是身著 就是身著袈裟 那脫波起始 那有的 有的修苦型的就比較 可能就是沒有常常去脫波 那有的是 頭髮不一定有剃 那大部分沙門都有剃頭 那有的沙門團可能也有留頭髮 像婆羅門他們就沒有剃頭 婆羅門是盤髮 那有些苦型外道 有些也沒有剃頭 那信家非家出家學到 那這個信家非家出家學到 這個後面也有很多都有講到 那信家 信就是正信 那麼一般來講 信家是正信家 就是他 意思是說是佛陀的弟子 是佛弟子 在家的弟子 佛陀在家的弟子 那為什麼是成為佛陀在家弟子 因為從佛文法 那麼相信佛所說的 或是信仰佛 那麼成為佛弟子 佛的在家弟子 那佛的在家弟子 之後出家 因為他聽佛說法 然後了解一下 就是了解為了這個生死 要得解脫 那麼這個家 就是他 以這個家庭的生活 那麼可能讓他沒有那麼容易得解脫 所以他 這個失為了這個家的過患 所以他出家 那這個叫做信家非家 那非家 有時候叫做無家 就是他本來是在家弟子 後來出了家 那這個叫做信家非家 就是出離家庭 然後脫波起食 然後修行佛道 那麼這個叫做信家非家 出家學到 其實是這樣 那麼很簡單的道理就是說 希望佛為我說法 我現在就是 本來是在家弟子 後來那麼 聽了佛修行的這個方法之後 我決定要出家修行 那意思就是說 他是真正要來 問佛這個修行的方法是真正 他出家就是為了要修行的 那現在他出了家 希望佛告訴我怎麼修行 簡單講是這樣 那他為什麼 他修行是為了什麼 出家修行是為了什麼 是為解脫 就是出家就是為解脫的 出家不是只是為了過生活而已 他就是為了解脫的 那麼所以為究竟無上犯恨 在憲法作證 那這個解脫 這邊說起來就是 我身已盡 犯恨以利所作以作 知知不知後有 這個叫解脫之見 就是得究竟 那這個究竟 那在阿羅漢裡面叫做無上菩提 所以他叫做無上犯恨 那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現在習慣講大聖法的話 就是成佛才是無上菩提 那生文的菩提只是生文菩提 不是無上菩提 但是從阿罕經講究解脫來講 正阿羅漢就是無上菩提 那就是你看他是究竟的 究竟無上犯恨 那如果從大聖來看 比如說像聖半經 或是大聖經來看 法八經來看 阿羅漢並不究竟 阿羅漢不是無上 阿羅漢並不圓滿 就變成是這樣 不過從 因為這個阿罕經裡面 主要講的就是解脫道 解脫的究竟 那麼就是阿羅漢 所以正阿羅漢 就是究竟無上 那犯恨是 犯恨基本上 有兩種意思 一種這個犯是指犯天的犯 那一開始犯恨就是犯天的行為 犯天的功德 犯天的清淨 一開始是這樣 那因為在印度傳統的觀念裡面 犯婆羅門就是從犯化身的 所以可以說所有的眾生都是從犯而來的 因為犯是唯一的根源 就是犯是最初的根源也是最終的歸宿 這個是他們的宗教觀念 就是犯是一切創造一切 一切都從犯中來 所以他們是一元論犯法論 就是世間的一切 一切眾生都是從犯而來的 那一切的三合大地也都是犯創造的 犯是創造一切 那麼這一切眾生由犯而來回國以犯 犯這個是最終的歸宿 也是最根本最無上的歸宿 那犯是獨一的、清淨的、自主的 所以犯也代表清淨 那婆羅門所謂的犯就是清淨和聖結的行為 聖結的這個心、德行 那婆羅門的一生就是要完成像犯那樣的聖結 這有一點像基督教天主教要認為的上帝一樣 不過基督教天主教的上帝 有時候就是比如說像救援聖經裡面的上帝 還會懲罰人 那在犯天裡面的所謂的犯 它是完全的清淨的 是有無上的慈悲、無上的清淨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個概念後來佛法 佛陀依犯恨這個概念 那麼再說把它擴大、把它深入 這有一點像把涅槃 那印度人原來的婆羅門或是一些沙門認為 他們有所謂的憲法涅槃 那麼苦的熄滅就是涅槃 佛陀在把這個涅槃的概念深化 一切苦的究竟熄滅是涅槃 那麼解脫他們認為生到飯天或生到天上就解脫 再把它深化 解脫是永遠出三界輪迴 不再有苦叫解脫 類似像這樣 那這些名詞都是 就是釋迦摩尼佛依著當時原有的名詞跟概念 在給予它特殊的意義 那麼像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方式到了後來大乘也是這樣 大乘就把所謂的生文的解脫 那原來的有餘涅槃、無餘涅槃它的意義改變了 那變成如果是阿含經 有餘涅槃是你正的涅槃 那麼還有這個色身在 還有生苦但心不苦了 還有餘生 還有這個夜報生 這個叫有餘涅槃 無餘涅槃就是連這個夜報生 連這個生苦都沒有了 那大聖把這個在 一的這個道理在做什麼 在做更深化 阿羅漢的涅槃是有餘涅槃 佛的涅槃才是無餘涅槃 類似像這樣 那像這種 所以這種名詞的轉換 就是名詞內涵的不同 那麼有時候 你常常在大聖經典或是阿含經裡面 可以看到 但是就是 阿含經裡面的同樣的名詞 放到大聖經典裡面它是不一樣的 那 比如說究竟、無上、涅槃 那這個外道裡面的名詞 放到佛教裡面又不一樣 外道也有無我 外道也講無我 但是外道的無我 跟佛教的無我是不一樣的 外道也講空 但是外道的空跟佛教的空不一樣 所以像我們在學習佛法 那麼要 就是要有這樣的一種知識就是說 這個名詞在這個地方是做什麼意思 它的涵滑的範圍是哪裡 那有些是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講 這個諸法無我 諸法無我 在阿含經裡面的諸法無我 跟在佛派的諸法無我不一樣 在大聖的諸法的這個概念又不太一樣 所以 比如說講空 那麼空 唯視的空 中觀的空 如來葬的空 外道的空 世間人的空 那都不太一樣 所以 比如說我們只是舉這個例子 就順便說了 那犯恨 一開始是指 一開始是指 犯天的得恨 那犯天有什麼得恨呢 聖結 清淨 自主 類似像這樣 那後來佛陀就把這個犯 因為印度人習慣 因為都是婆羅門 傳統宗教 就把這個概念轉化 那麼其他的 其他的 概念也有 比如說佛陀在 佛陀也曾經跟弟子講 什麼叫婆羅門 因為婆羅門就是尊貴的意思 他說真正的婆羅門就是真正的尊貴 是因為你的德行 而不是因為你的血統 那基本上就是講這樣 所以大部分婆羅門就只是婆羅門 但是有些地方 婆羅門指的就是尊貴的意思 那這裡的犯恨指的 指的就是清淨聖結的 就是 其實就是完全斷禁煩惱叫清淨 完全斷禁煩惱叫清淨 那麼在 在婆羅門的概念裡面 像犯天一樣的清淨 這個是不一樣 所以他這裡就 為究竟無上犯恨 這指的是阿羅漢 究竟無上的犯恨 所以他會講我神已經犯恨以利 犯恨 那麼這個是印度人原主的概念 到了佛教就變成清淨恨 那什麼叫做犯恨 又有兩種意思 在佛教裡面修犯恨 那麼最低一層的叫做离欲 离欲惡不盡之法 這個是犯恨 那麼如果從佛法裡面來講 犯天是初禅天 初禅天一定离什麼天 离欲界天 离欲界 因為初禅是社界的開始 初禅大犯天是 就是犯天有三個層次 犯重 犯虎 大犯 那他都是犯天 只是大犯是王 是最高的 那麼他認為這個是 他是唯一的存在 最終極的存在 那因為犯天以上都是 無審無死了 那也沒有重了 所以他會認為他是最高的 就好像這個欲界天 他看不到犯天 他會認為他是最高的 類似像這樣 那所以他這裡講 我們說犯恨 犯恨在佛法裡面 主要是清淨恨 那如果以修犯恨來說 這個犯恨清淨是 煩惱清淨 斷淨煩惱 那就是完全離欲 那依佛法來講就是 不但是離欲灘 也離色灘 無色灘 但是有時候犯恨 只是指離欲灘 那犯恨我們說 犯恨有三個特征 犯 犯天 你要修到出禪天 他有三個特征 叫做犯恨 但是跟這裡的犯恨不一樣 但是他已經犯恨以利是指 煩惱都斷尽了 那麼已經正德清淨 完全清淨 那有時候犯恨就是 比如說 犯恨五戒 比如說有三國的居士 受此的是犯恨五戒 那犯恨五戒 重點就是離淫欲 就是離五欲 淫欲是五欲的代表 所以應該是 是持多長者 他就是受此犯恨五戒 一般五戒是 不殺身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允酒 但是因為他真的三國 他已經離淫欲貪了 所以他持的是不淫欲戒 但是還是五戒 因為在家裡就是五戒八戒而已 所以這個犯恨 如果講犯恨五戒 那有時候 又會講四犯恨 那麼類似像這樣的 那個又是另外一個 就是說他基本上就是 如果這樣講的話 表示都是他重在離欲 離世間的五欲 那有時候犯恨是指離世間的五欲 那除了離欲之外 離欲之外 那麼特別是離淫欲 那之外還有就是他必須有定 因為色戒 你到色戒你一定要超越欲戒 你才能到色戒 你的心也是這樣 你的果報也是這樣 那你的心如果懶著五欲 你就不能離欲戒 你一定會在欲戒裡面 那麼最高的就是第六欲天 摩天嘛 那麼他化自在天 那麼他化自在天 我們想一下就是 私一得一私食得死的最高境界 他不但自己可以私一得一私食得死 他還能讓別人私一得一私食得死 他是最高境界 就是他喜歡看著別人因他而快樂 他化自在天 那這個是欲戒的最高 欲戒的最高 就是說他非常 我們想像一下 他非常有錢 不但自己想要買什麼就有什麼 想要吃什麼就有什麼 想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他還能夠 以他的這樣的錢 讓很多人也跟他有同樣的享受 要很多人來辦一個法會 然後用很多東西讓很多人都跟他一樣 可以吃很好 住很好 那他很高興 因為他要的就是很多人都敬仰他 很多人都羨慕他 知道他擁有這一些 那這個就是他最大的快樂 所以摩不希望人遠離他的境界就是這樣 這個是欲戒的最高境界 他在超越欲戒才能到色戒 那這個境界不容易 這個境界不容易超越 所以要升到色戒天 他基本上第一個就是離欲惡不善之法 那麼他超越了對於這個世間的物質的這一些東西 所擁有的這些物質的東西 他沒有他不那麼好要 那麼他才能夠超越欲戒到色戒 那這個也是犯天的得恨之一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叫修定 他不是善善 而不是對這個物欲的懶著 那麼是超越這樣的物欲的境界 另外一個就是慈悲心 慈悲心要很廣大 所以叫做慈悲喜捨 那這個也叫犯恨 是犯恨 那所以犯恨這個名詞在佛法裡面 他可能就是要看用在哪裡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那中文也有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方便 那方便的意思可多了 那這個看你用在哪裡 那犯恨主要是這樣 就是以最高境界來講 犯恨 犯恨就是佛的 佛的清淨也叫犯恨 那這是最高的 最聖結的 那麼在婆羅門裡面來講 這個犯天才是這樣子的 站在佛教裡面來講 以這個概念來說 佛是這樣的 最高最究竟的清淨 其實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從 從犯天的這個得恨裡面來講 那麼犯天的功德裡面來講 那麼禮欲 那麼慈悲 就非常廣大的慈悲 叫事無量心 有時候叫示犯恨 還有就是得這個餐定 那麼這一些好 那我們是講到這個犯恨 因為犯恨在這個經文裡面常見 比如說前面有講天魔犯 那這個犯這個犯純粹只是指犯天 那犯恨就不一定 這裡的犯恨只是指阿羅漢的清淨 阿羅漢的清淨 那所以他憲法自知自作證 就自己能夠知道自己的境界 那我身已盡 犯恨已立 所作已救 自知不作厚有 那麼應該斷的煩惱都斷進了 那麼這一生 這一生已經走到盡頭了 就是沒有下一生了 就是這一生 這一生應該修的都修完了 應該做的都做好了 那不會再有下一生的苦 因為有下一生就有苦 那就是不會輪迴了 已經解脫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這個是經典裡面常見的 我身已盡 犯身已立 所作宇宙自知不作厚有 這個叫做解脫之見 自知自見得解脫 戒定慧 戒定慧得解脫 有解脫而有解脫之見 好 二十四尊告比比丘 善哉善哉 比丘快說此願 云當為我略說法要 我文法以獨一盡處 修不放育 乃至自知不受厚有 如是縮遠 他去跟佛講 我依著佛出家想要得解脫 我們簡單講 希望佛為我講一下 出家要怎麼修行 怎麼樣得解脫 出家都是要得解脫的 我依著佛法而出家 我相信佛法而來出家 出家要像佛那樣的解脫 那麼請佛告訴我 怎麼樣修 就是簡單的告訴我 怎麼樣修才能得解脫 或是請佛告訴我 怎麼修才能得解脫 就這樣講 佛聽了就說 比丘非常好非常好 你是這樣跟我說的嗎 就是你是要求解脫 然後告訴我 教你怎麼修才能得解脫嗎 那比丘就講是的 就表示說 這個在大聖裡面就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那個華元經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每去參一個善知識 他都先講一句話 我已經發了菩提心 請告訴我怎麼修行 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阿含經裡面就是 你看這個就是一阿含經的 他就是說 我已經發了出離心 請佛告訴我怎麼得解脫 其實所以我說 但是因為大聖經 正在發菩提心 出離心就是要解脫的心 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嘛 所以 善才童子每去參一個善知識 第一句話都先講這個 這個是一阿含經來的 你看好看喔 這是啊 他去找善知識 善知識 善才 他說 我已經發了菩提心 那請告訴我怎麼修行 可以成佛 那 請告訴我要怎麼修行 菩薩要怎麼修行 那他現在是比丘聲吻 我已經發了無上解脫的心 就是我已經發了要解脫的心 出離心啊 我想要得解脫嘛 這個就是解脫出離心啊 就是 為究竟無上犯恨憲法作證 這就是要得解脫的心嘛 那請佛告訴我怎麼修行 不是一樣嗎 只是說一個是出離心 一個是菩提心 一個是要成佛 一個是正阿勒法 那 因為大善小善的說法不一樣而已嘛 那其實 善才 每參一個善知識 第一句講的話 跟 阿含經裡面常 我這比丘來就是常常這樣說 跟佛講 我已經出家 要求解脫了 那麼請佛為我說怎麼得解脫 我已經 我已經 修行 菩薩不一定是出家的 菩薩都是 有些在家的 我已經 我已經發現要成佛了 請告訴我要怎麼修行才能稱佛 類似像這樣 那麼用比較文學的話 或是用比較佛法的話來講 就是 就是 像《華言經》裡面說的 或是像這個 像這個 阿含經裡面這樣講 好 那世尊當然就讚嘆他 這個 你是 就是有心修行的嘛 那麼 佛非常的 這個 這個叫做佛所互念 就是佛 佛非常的護持 那麼意念這一些 比丘是這樣 菩薩也是這樣 那 我們說 阿彌陀經叫做 一切諸佛所互念經 為什麼 為什麼 一切諸佛會互念 因為他發菩提心嘛 他要成佛嘛 他要成佛 來度眾生 這個是一切諸佛所互念 以大聖佛法來講 一切諸佛所互念的就是菩薩 菩薩的菩提心 那 那 但是現在變成是 你只要念佛 就 一切諸佛所互念 念佛的名字 就一切諸佛所互念 不是 它的原意是 你念佛就是什麼 我要像佛一樣 這個就是菩提心 我要學佛 我要成佛 所以無量壽經講嘛 這個三倍往生都要發菩提心 那二聖總不生 這個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有這個菩提心 要像佛一樣的度眾生 諸佛之所互念 大聖經典是這麼說的 那後來我們沒有了解到這個道理 沒有了解到這個道理 就變成 我念阿彌陀佛 我念阿彌陀佛 那諸佛就互念我 不是 諸佛互念的是 要利益眾生的那些菩薩 那你念佛就是撤發信任 向佛學習的信任 要學習佛這樣度眾生 諸佛之所互念 一切諸佛所互念經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們讀經的時候沒有讀清楚 沒有看清楚 然後就以為你念佛特別殊聖 所有佛互念 其實不是這樣 念佛就是要學佛 好 那這裡講到 他說佛陀當然就讚嘆他 那你是這樣講的嗎 非常好非常好 那快說此言就是 非常高興 能夠聽到你這樣說 云當 云當為我略說法要 就是你這樣說 我們簡單講用白話說 那佛說 哎呀比丘 那麼非常非常歡喜 聽到你這樣講 那佛就跟比丘講 好那你仔細聽 仔細聽 仔細聽 好好好好聽 仔細聽 仔細聽啊專心聽 好好想 那經典裡面常常說 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有時候就簡單 有時候就簡單 叫做地聽善事 那翻得多一點 叫做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當為母說 佛陀還交代他 你要你要專心的聽 仔細的聽 好好地想 聽 聽只是文而已 好好想 才是什麼 才是詩 那他聽 想了之後回去修 照著修 那個就是修 這不就是文詩修嗎 要不然呢 那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他已經跟他講 你我聽完了 我回去就會這樣修 這樣做 那我還會好好的 把它想清楚 那現在佛還交代他 好那你仔細聽 那好好想 那我現在為你講 好 比丘 你看他這個講 若隨死死者 即隨死死 若隨死死者 為取所付 那這個又文言 又名相 所以一般不容易懂 好 那但是這個死 我們就比較知道 這個死是什麼 死有兩個 兩個意思 那麼第一個死 跟第二個死不一樣 那第一個死 第一個死是煩惱 叫做解死 解死 那第二個死是什麼 驅死 就是 為這個煩惱所驅死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現象就是 煩惱來了 我們不不得自主 那個叫做什麼 為死所死 就是為煩惱所驅死 那 我起了煩惱 叫我生氣 我不生氣都不行 叫這個看到這個東西 起了貪汗 叫我不去買都不行 那 叫我不恨都不行 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好像是 我想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那實際上是 實際上會覺得 我不想這樣 但是我卻這樣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常常覺得 不由自主 或是自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自己做不了子 就是我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 常常會這樣 我自己有時候就會 明明我就不想這樣 可是我 我那個時候我卻這樣做了 明明不想這樣說 那個時候就這樣說了 明明不想這樣做 那個時候就這樣做了 明明想的是這個 但是實際上我做的是那個 就往我內心想的那個去做了 或是我告訴我自己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有時候沒有辦法 他自己就要這樣做了 我告訴自己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他就越來越生氣啊 我也沒辦法 有時候會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看起來好像是我做主 其實實際上有時候是煩惱在做主 那這個是很常見的 很常見的 但是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變成一種習慣 因為心有一種習慣 心有一種習慣 所以他這裡講 若隨死死者 那這是他說剛開始 你如果依著煩惱 你想怎樣你就怎麼樣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有點像說 你想喝酒 一開始你想喝酒 那你就喝酒 一開始你可以想喝酒不喝酒的 但是當你想喝酒就喝酒 想喝酒就喝酒 習慣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不想喝酒的時候 身體會告訴你要喝酒要喝酒 你不喝酒都不行啊 難過啊 就會這樣啊 所以這個就變成怎麼樣 若隨死死者 則隨死死 你最後你就會因煩惱而受苦 開始你是可以控制煩惱的 但是你放重你的煩惱 但最後煩惱 導致於你也控制不了 就是你控制不了你的心了 這個是也很常見的 也很常見 那所以他這裡告訴你 那麼若隨死死者 則隨死死 那如果隨死死 死是講到最後面 就是無明遠行 無明就是最初的煩惱 總說啦 無明遠行 你世民是六處死愛居 有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那麼就是 我用白話講就是 如果你常常隨順你的煩惱 你就會因為你的煩惱 而生死相續而受苦 在生死中受無量的苦 你如果常常隨順你的煩惱 放逸你的五根 你就會 因你的煩惱 而有生死 在生死中受無量的苦 所以叫做純大苦懼嘛 阿漢君常說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 他翻譯比較簡單 若隨時死者則隨時死 就是你不要常常 你不要常常放逸你的煩惱 所以前面講到什麼 會換你 要先警覺你有沒有煩惱 你是不是在起煩惱 你為什麼要起煩惱 你要怎麼樣可以不起煩惱 怎麼樣對峙可以不起煩惱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不隨時死 就很簡單 你不隨著你煩惱 起了煩惱 好 我現在沒辦法 但是我要調伏他 你不隨著他 那你就 我高興這樣做 我喜歡這樣做 好那你喜歡 做做做做做到最後 你不喜歡你也要這樣做 你不喜歡你就會經常感受到你不喜歡的 即使你知道這樣不對 但你還是這樣做 至少你這樣說不好 你還是這樣說 為什麼 你已經 你已經隨死而死 為死所屈死了 就是 看起來你是你的心 你是心是主 實際上 實際上 實際上你做不了主 好像有兩個人一樣 我也不想苦惱 但是他就會苦惱 我也不想生氣 他就會生氣 我也不想嫉妒 但是嫉妒心就生起來 就沒辦法 什麼叫做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你從來不去想辦法 所以前面才告訴你啊 辦法從哪裡開始 從警覺開始 從你有心要對峙開始 從你有心要出離煩惱開始 所以叫出離心嗎 出離心是先出離煩惱的心嘛 那你發覺沒辦法的時候 你會想辦法 你一直在找辦法 其實是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是因為 沒辦法就這樣了 我們就隨順了 那沒辦法 就好像你養了一個孩子 那你不想教他 你沒有想辦法叫他 他就不聽我的話怎麼辦 那就算了 就變成這樣 那你自己不聽你自己的話 就算了 那這樣算 一算兩算三算 後來就隨順了 隨順煩惱 那你就沒有像前面講的隨順訣 就隨順迷 就一直在煩惱中 隨順煩惱就隨順迷嘛 那麼你要對峙煩惱 你知道有煩惱跟對峙煩惱 跟你知道 你知道 你不知道煩惱 或是你知道煩惱不對峙煩惱 這個狀態是不一樣的 一樣都是沒有 一樣都是起煩惱 結果都是起煩惱 但是你的心想要對峙它 你的心知道想要對峙它 你的心知道不對峙它 你的心不知道也不知道對峙它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因不一樣 果會不一樣 緣會不一樣 真的 但是因為我們 我們也許經過兩次三次對峙不了 我們就覺得這沒辦法對峙就放棄了 這個時候它又回到 剛開始有一些因緣在鬆動 它又回到原來的 又對峙不了 所以 所以常常你沒有辦法對峙煩惱 或是你的 你的那個心沒有力量都是因為 你開始沒有堅持 你那個怨不深了 你要處理的怨不深 那還有一種就是你的方法不對 那如果方法對了 那你沒有堅持 它就好像轉目取火一樣 用了手到痠了 還沒起火 你就放棄了 起不了火 其實不會了 已經開始在熱了 再堅持一下它就起火了 一起火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但是我們常常在這個過程中放棄 叫做公虧一虧 或叫做半途而廢 那通常都是這樣 那很多修學佛法都是這樣 它為什麼沒有成就 是它不想成就嗎 不是 它想成就 但是為什麼不能成就 那個心不切 心不切 所以第一個就是出離心就是這樣 那常常講要增上 增上心 增上戒 增上慧 所以我說佛法要有一個趨向 向上 一定要保持向上 向上 向解脫 那麼即使掉下來 你還是保持向上的姿勢 我們就像玄像一樣 那麼即使死也死在什麼 往印度的路上 而不是死在回到中國的路上 那你有這個心你就不會死 真的 就算死了你下一輩子再來 是依著那個方向一直前進的 那個心相續 夜相續 言相續 那如果沒有的話 玄奘在那邊回到死了 那下一次再遇見困難 還是怎麼樣 還是一樣退轉 又回去了 一定會有困難 沒有那個沒困難的 修到沒有那個沒挫折 沒困難的 修到不是坐電梯 按幾樓 就到幾樓 沒有那麼好 我們好像坐電梯 我要到五樓 就到五樓了 沒有 他會反反覆覆 你看走到二樓 不小心就掉到一樓 走到三樓 又不小心掉到二樓 但是你不放棄 就這樣 一直走一直走 那麼 你慢慢會找到方法 學到技巧 那麼知道 知道怎麼用心 怎麼用力 怎麼用功 慢慢會找到 所以這個有點像神龍藏百草 有時候也會因為吃了不對的東西中毒 也會 我們修行有時候也會 本來想慈悲 後來氣得半死 那就是這樣 本來想修功德 本來是來試驗的時候是 慈眉善目的 那是出去的時候就怎麼樣 對啊 就金剛木木了 就變成這樣了 就變成羅刹了 那這個普門平講得很清楚 一路大海求取其堡 黑風吹起床帆飄躲羅刹鬼國 就是在講我們修行的境界 那黑風煩惱起來了 忽然之間心 那這個人講講不聽 我好心虧欠 我慈悲心都被他磨掉了 耐心都被他磨掉了 那後來就慢慢慢慢 起惡心說惡語 這個人熄也好 昨天就是會像這樣 棺材去熄 反正我們就是這樣 你看羅刹像就出來了 不如你的意 那你剛開始是很放心 好好心喔 你要怎樣怎樣 講幾次 他不但不理你 而且還給你臉色看 你就越來越生氣了 假使黑風吹起床 飄躲羅刹鬼國 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要想一下 人家觀音菩薩是怎麼修的 那你不是啊 人家那麼關心 趕快把他渡走 觀音菩薩趕快操渡他 趕快來教他 不是啊 觀音菩薩不在別人 就是你的心啊 你的慈悲心啊 那你不知道 你在那邊念觀音菩薩 然後西方觀音菩薩 把這個人趕快操渡走 不對不對 這不是佛教的修法 我們不會讀經就是這樣 大部分人讀地藏經 不知道地藏菩薩是怎麼修 讀普門品不知道 觀音菩薩怎麼修 那不但不知道 因為你為什麼要知道 觀音菩薩怎麼修 你是要學觀音菩薩的嘛 觀音菩薩怎麼修 你就怎麼修 你像觀音菩薩這樣修 你就像觀音菩薩這樣成就 很簡單的道理嘛 那你像佛這樣修 你就像佛這樣成就 所以這個就是念佛念菩薩的 這個策發信願嘛 它目的在這裡嘛 那我們變成不是啦 變成是我們念菩薩 希望菩薩 就試給我們 那幫我們解決問題 那超度我們的冤親在主 那幫我們送財神送什麼來 我們就類像這樣 那這個是包括讀安安經也一樣啊 我們讀經基本上都要了解 這些經到底在告訴我們一些什麼道理 那我們要怎麼修 那我發現到大部分的人 大聖菩薩是它是有一套 就是大聖它是有一套道理的 但是它通常就是它眾方便嘛 所以它都是用譬喻的方式 讓你知道那個道理 結果就好像它為了吸引眾生 把那個包裝做得非常漂亮 那很多人送禮啊 還有用啊 也是看到漂亮的 不漂亮就漂亮 當然喜歡買漂亮的啊 那比較便宜的啊 那印象這樣啊 就是跟你講功德多殊勝 結果你都只看包裝不看內容 那就麻煩了 就後來眾生就變成這樣 就沒有好好去思維 就是聽只是聽但沒有思維 地聽但沒有善思念之 那這個就麻煩了 因為修是由善思念之來的 那你的思維沒有如理思維 你就不知道怎麼修 你也不會修 你只是聽反覆的聽 那因為不在了嘛 所以你就是反覆的念 反覆的念 反覆的念 那思跟修都沒有 就一直聞一直聞一直聞 那這個 而且聽送完這本送那本 送完那本那一本 不是 這個表示你多聞 沒有 多聞不是這個意思 阿安靜裡面會講 那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就你修的法 反覆一次一次的 非常深入的理解 這個叫多聞 特別是無印無我 了知知道無印無我就是多聞 那麼深側的知道 那麼知道怎麼修 知道怎麼正得無印無我 就是能夠怎麼斷煩惱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多聞 那聞思修 你看這裡就是這個次第啊 一樣都是這個次第 好 那這裡講到 我們來看 隨死死者則隨死死 若隨死死者 為取所乎 你隨順煩惱 你就會生死相續 很簡單的道理就是這樣 那麼 假設 你隨順煩惱 生死相續 那麼就表示你是什麼 為煩惱 所束縛 因為你被他所束縛 才不得自戰 那一般把這個曲 把這個曲 佛法把這個曲 後來有四種曲 叫做欲曲 見曲 借進曲 跟國語曲 我們稍微寫一下 就是 曲其實是直曲 那麼其實就是一種執著 那麼就是 你是為煩惱所束縛 其實簡單講是這樣 但是他有這個名詞 我們就稍微理解一下 他說隨死死者 則隨死死 隨死死者 就是 你 你如果隨順你的煩惱 那麼你就 為煩惱 所束縛 而生死相續 其實是這樣 如果簡單講是這樣 那照著 照著字面上來講就是 當你隨順你的煩惱的時候 你就因煩惱 而生死相續 當你 因煩惱 而生死相續的時候 就表示 你是為煩惱所束縛的 不得自在的 好 那講到這個曲 那佛法裡面 這個曲 是有所謂的四曲 煩惱有很多 它依不同的類別 那做不同的 惡啦 這是 那麼 曝啦 曝流啦 那種種的這些 但是有一個是 也有死 結死 結啦 死啦 禪啦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名詞 結 死 結 惡 毒 反正非常的多 或是賊 非常多的代名詞 那這個四曲 我們先寫一下 等一下再來講 欲曲 見曲 借進曲 我欲曲 欲曲 見曲 借進曲 我欲曲 好 我們先下課 我們先下課